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娘 昨天下雨今天也下雨 天空灰灰的 下了一整个晚上的雨 不知道肉肉怎么了 我们来看肉肉吧 虽然有下雨 但是因为都是 类似毛毛细雨 所以多肉 应该是没有怎么样 你看 这边缘更红了呢 因为今天的天气 比较凉爽 最高温还是22度而已 你看 中间都出现红心了呢 这个之前的虫害 留下的伤疤 肉肉肉都还不错 肉肉都还不错 所以都长得特别慢 通常红雪特 它的夜心 也变成红色的呢 这个雪精灵 有点恢复元气咯 有点净 好 好 哦 好 好 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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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的大河井 叶层变多了 而且你看它的横边边 特别明显 特别漂亮 看来它真的是不符合适应的环境 好美啊 再来看看这个机翼漩涡 长得不错 你看 隆越上面 挂满了雨水 还有它的雪斑 看起来有一种不一样的美感 东美人 它的身上全部都是雨水 看起来 我觉得最漂亮的是这颗 紫色的幸运草 整颗 都挂满了 雨水 闪闪发亮的 真好 是 是 有 有 是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棵多肉植物 它叫做曼联 藤蔓的蔓 莲花的莲 它是属于景天科风车草属 它跟白曼莲差一个字 但是白曼莲就是紫持莲花 它是属于景天科瓦松树 乌瓦的瓦松树的松 所以曼莲和白曼莲是两个不同的品种 千万别搞错哦 好吧 我们先来帮它换个盆吧 好吧 换盆咯 一样在盆底加一些发泡链石 当透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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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都一颗一颗 那我们就一样一颗一颗的盆域 你是被人的影响 是在家里的音乐 住宅 靠胎 在家里的慣愿 这边是盆域 其实考虑的 我们在家里的地盆里 都决定一下 所以两个地方 会 切开 击 好了 加上铺面石 加上铺面石 少量去除蟹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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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好了 好漂亮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曼脸 是不是跟观音脸长得很像 其实这个观音脸是属于长生草 而这个曼脸是风车草素 曼脸呢一样是一个暴宅网 它超级容易暴宅 你看这一颗旁边已经也有 然后这一颗也是 听说它开完花 它原来的母体就会死掉 所以如果看见它有花间的时候 最好直接把它摘除 或者它就会是翘翘咯 然后这个曼脸呢 听说也不是那么好照顾 因为光照不足 它就会土涨 而且它的精感也会乱七八糟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们就静观其变 随着日子来看它的变化 到时候再来看看网路上说的 是不是都是真的 至少我觉得它这样很好看 这个盆虽然有点大 但因为它是暴宅网 如果像这个观音脸这样子 你看这样包一圈 那你看这样包一圈 也有点太窄 其实我蛮喜欢它的那个蜘蛛的形状 挺美的 你看小小的观音脸的莲花座 是不是很漂亮啊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